吳宗憲出席活動 聊到二七號上賀龍夜夜秀 對主持人賀龍 近期涉入歧視言論 吳宗憲以前輩身分向他說出正話 提節目助理主持人Albi緩夾 吳宗憲強調上節目也是為了兌現先前賀龍曾在節目call out環節 提出過的邀請邀約 憲哥要不要來上我的節目 我來驗證一下有沒有陰影 我們底下的朋友呼聲夠大 憲哥就一定來 好不好 當時吳宗憲爽快答應也讓現場觀眾直接嗨翻 這回以演藝圈過來人身分上節目 除了要對方好好道歉也形容舞台上就像打拳擊 有些底線不能觸碰 後腦槽不能打 眼睛不能戳 是這個意思 然後你們做的錯誤 真的要跟人家道歉 這個才叫君子之爭 演藝圈大前輩警告賀龍不可以善笑聲障人士 這回引發爭議要透過道歉好好米平 參議新聞徐趙薇下幫民台北採訪報導 iyi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